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 什么 我朋友圈很杀雕 我那个微信头像是一个 特别遗憾或者后悔的事情 所以今天拍照工作还快乐吗 超快乐 最快乐是拍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吹波糖 作为YOHO的小太阳代表 今天我居然遇到了对手 因为本期美术教室的嘉宾 是比我更快乐的姚池 哈喽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姚池 是全国快乐南大学生第一名 我也不知道胡说的 快乐冠军 鼓掌 然后为了切合你这个 小文艺小清新这个调调呢 这次我特别为你设计了一个绘画主题 叫做姚池的解忧杂货店 那我今天有画面吗 我可能第一个想到是照相机 好 那我们就试一下用画画的方式 来设计一下你的杂货店 那在我们姚池画画期间 我们也继续来聊聊天 好 最近我有看到你有拍那个Vlog 所以那个Vlog是用什么拍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的那个感觉很高级 所以是什么 就比较复古 像那种Vlog 这很适合你 其实就是我在互联网上购买的一台 很便宜的一个那种数码低音 当时花了二百元 原来这个 真的很好用 所以都是你自己拍的画面吗 因为我看到很多路上的那种景 对那些路上的景就是我来拍 然后就摇摇晃晃晃就是满带感 对满带感就很有意思 就是有第一人称视角 就是感觉他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用我的眼睛看到的一样 所以你更喜欢被拍还是拍人家 我觉得被拍和拍人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就是感觉都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 就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我都喜欢 所以今天拍照工作还快乐吗 超快乐 最快乐一次拍照 我感受到 因为全程它都非常非常的情绪高涨 蹦蹦跳跳的 哇 超喜欢这些 之前你有讲到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 你会看你的战姐的那个镜头参数光圈 我觉得简直是太专业了 这就是1.4的光圈还1.8的光圈 所以如果要给那个各家战姐一个tips 什么参数 什么镜头 什么品牌会比较吸引你的目光 我觉得不要太广角 太广角会有时候拍你头太大 然后身体太小 就会感觉就很多人会物以为我最近是不是暴瘦 然后也不要太长焦 太长焦又会经常把人眼拍得特别大 然后就是适中就好 各位战姐听到了吗 这是你们家小池给你们的一建议 不要老磨皮 磨皮磨太夸张会磨得不像我 他本人皮肤超级无敌好 真的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磨 之前在做research的时候 我画了一晚上沉迷他微博 但是你微博都是那种很文艺绝美的那个风格 所以你朋友圈也是这种吗 我微博也没有很文艺绝美 很绝美好吗 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自己记录到的美好的画面 然后今天还发了一条那个 就是很傻的一个什么大厂模特走秀的一个剪情的视频 所以你朋友圈也是这种就是文艺啊记录的风格吗 还是更沙雕一点 朋友圈很沙雕 我那个微信头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憨笑的一个QQ表情 就这样 然后拿了一种玫瑰花就是 我像那种土味表情 就很搞笑 最后要问一个粉丝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未来有没有考虑自己在音乐啊或演戏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活动那样子 音乐或者影视 其实我都有就是很多东西都想去尝试 然后就因为我是一个很想在有限的人生把自己过得尽量去 把自己的人生尽量过得大一些满一些的 那我们要一起期待扫持之后的新动向 好 来我们看一下姚池的解忧杂货店装修的怎么样了 我杂货店第一款商品就是我刚提到的照相机 它可以帮助你们寻找生活的美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 新鲜上面写着Rainbow彩虹 彩虹屁芯片 就是告诉你身边的人 其实他身上有很多优点 然后给对方建立自信心 然后也是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还有是个背包 背包里面可以 就是我一直说自己身上有一个背包 就是装了一些自己最初的初心 还有各种自己的好奇心 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也有装的 自己属于自己宝贵的东西的背包 还有这个confidence 就是希望 大家每个人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好那最后我们也请姚池 在自己的杂货店上面签上你的名字 好的 接下来这家姚池解忧杂货店的草图 也会作为粉丝福利送给你们呢 哇 那我要再多谢点 好今天也非常开心 请到我们姚池 来到春波堂的美术教室 为我们营业了这样一家姚池的解忧杂货店 那我们今天拍摄的绝美大片 大家就敬请期待啦 好非常谢谢姚池 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就收工 辛苦 因为我有很多粉丝也是可能 和以前的我一样 是非常没有自信的人 然后我听到你们说 跟我说 说你们就是遇到我之后变得更自信了 然后感觉自己变得更好 是让我觉得自己 就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 可以为别人做出这样贡献的人 然后让我觉得自己做了很好的事情 希望你们以后可以找到更好的自己 然后要相信自己爱自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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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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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